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 1月16号公示晚间新闻 天气真的是好冷好冷哦 因为呢 寒流来袭 再加上了这次水汽是十分的充沛 包括了宜兰的太平山 还有桃园复兴乡的拉拉山 都下起了雪来了 就连台北市的阳明山 从今天凌晨开始也下起了冰线 就像是节冻的雨一样 非常的特别 吸引了不少民众 顶着寒风也要上山 亲眼目睹 开车上阳明山 路边已经被冰线覆盖 低温加上丰沛水汽 阳明山从凌晨开始漂冰线 树枝都结冰了 远远望去 山头也是一片银白色 而因为这个冰线 已经持续下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这边呢 通通都是有这个 有点点积雪这样的状况 听到阳明山下冰线了 民众纷纷赶上山来赏雪 这位先生还把家里两只宠物 都带上山 看到台北的雪 这个跟纽约的雪不一样 这个三百六十五天 搞不好只有一次 感觉超兴奋的 对啊 而且看到雪整个冲下车 而且是尖叫的 小女生徒手抓雪 也不管双手红通通 也有人用冰线 捏成一个小小的雪人 但山上温度实在太低 正中午也才大约一度 有小狗冷到受不了 主人只得把它层层包裹 放进袋子里 寒流来袭也有不少人选择泡泡汤 暖暖身子 会在北投的公共露天池 整天人潮穿流不息 对比山上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一样寒流两样享受 气象局表示 这波寒流影响将持续到周一 北部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震雨 而周一白天开始 气温才会缓步回升 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 记者学家徐奇峰SNG小组台报道